诺义和戴祖怡等等 昨天出席长命不老的记者会 说到养生偏方 诺义自赢对水最有要求 家里有两部水机 其中一部是过滤鹿气 介印太太对鹿气敏感 之前洗澡都有敏感 而导致一片片要吃女孤醇治疗 诺义推介 大家要多喝点简性水和还原水 下午自爆 年轻时就粗生粗氧 直接喝水后水 相当之马脱 我自己本身比较粗生粗氧 我未认识太太之前 我喝水后水 这么骯髒你喝 其实香港水是可以的 只是在那条水管骯髒 那时候我记得我老婆认识我的时候 你不是瘋的 我还是追求她的时候 开水后水给她喝 她是表演的吗 不是 她觉得我以为玩她 我真的是这样喝的 有什么问题 后来我老婆 你不是瘋的 开始随着她认识我越久了 就帮我教水机 一定要煲过水 她说很多重的 真的记得你喝得瘋的 但我又觉得 其实很多男人都是这样 我相信 我看完片段 只要开水后水就这样 但如果有个儿子 如果你想像你天生天日 你能不能喝水 老婆真是杀了你 杀了我也是 谢谢 甚至 contemp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